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年前的士牌最高725万 曾经有人叫价差不多800万 即700多800万之间 但去年一跌就跌至500多万 最低甚至跌至480万 现在就升至525万左右 人们觉得是的士牌的小阳春时期 有很多不同关于的士牌的分析 当然,我看苹果的报道有很多解法 例如,因为Uper,我也认同的 因为的士专营新的公司 有时间都批准不了 的士可能又会加价 但最重要的,因为有新的的士 有运能的士,会改变的士的形象 所以的士生意会更加好 所以的士牌价又可以看高一线 但在我的角度来说,很简单 就纯粹跌穿,即是之前跌过路 现在发现有很多事情 他们之前想过是一些最坏的发展 都似乎是不会发生的 那就谈了上来 想说的士牌炒卖 的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liquidity的炒卖 的士牌 因为的士牌 差价是很便宜的 差价是很便宜的 总之你买卖 即是不会抹到很大的 你立即买卖到 即是可以套现得很快的 那你又可以做很高的liquidity去做的 那你又有很稳定的车 很稳定的车租 亦都很稳定的价格 很稳定的车租 很稳定的return 所以呢 所以他就是很多人会投资的士 但投资的士 炒卖发达,那些人已经发达了 因为现在今时今日 你已经没有机会一个车主公的的士就发达 没有了这种事 因为一路升的时候 当你一路价格一路升的时候 那些车主就在沽桶 这样就比大集团 如果大集团 其实的士是否加价 这种的士司机遇到了香港最低工资的标准 !'这种小的士司机收多少 算是能利用的 它 Поэтому会比其他的士司机的公资 是跟排隔无关,亦跟车租无关 的士的工资是如何离定呢? 就是其他司机的工资 因为如果的士司机的工资越高 其他行业的司机就转来做的士司机 如果的士司机的工资过低 的士司机就转去做其他行业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其实的士会影响到的士司机生计 现在香港最缺乏的就是司机 所以司机一定会被人解除 否则现在平均的士司机的年龄 不会到80多岁 而的士司机的待遇也不需要担心 平均年龄去到80多岁 有很多80多岁的司机 应该有很多80多岁的司机 都会在的士行业 但是很担心的士司机的生计 你也不需要担心 或者你根本影响不到 因为其实整个 你可以说的士司机也要考的士牌 但是要这么说 有很多司机也考的士牌 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士司机的新层 已经不关排费或者车租市 其实应该就是 就算的士 无论点加和点减 都不会影响的士司机生 那是一个危命题 是去点政府 点那些人 就是老点才会说这些东西 是的 但是你说老人家 我说和香港最大的不同的一个的士 我经常都会在日本搭的士 因为我觉得日本搭的士是最好的 因为日本搭的士是永远不需要等的 他说是收了贵 所以不用等的 但是你会省很多时间 每天如果去搭的士 你会去到很多地方 就是你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去旅行 最重要的是 时间价值也很重要的 你用了钱 但是多了时间也是一样的 但是的士排涉的回升 其实在某程度上 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的士排主既得利益集团 是失利了 但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现在你会发觉 Uber 一来再被打压之后 是少了很多 另外原先说 会批两个的士专营的公司 去搞的士 現在你会发觉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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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而越拖得久 其实我会说 他們說的士牌的憧憬愈好 他們搞得那麼久都搞不掉 搞得不了了之 所以我現在很悲哀 香港搞什麼創新科技共享經濟 是沒得搞的 區區的萬多個的士牌排署 當然有幾萬的士牌 但有很多的士牌集中在幾個公司上 加上萬多個的士牌 幾千個而已 現在就可以阻礙了 整個對香港社會有益的發展 香港搞什麼創新科技 搞什麼供應經濟 就是沒得搞的 我講一講日本的經驗 因為日本在大阪 全部都是老闆 平均年齡真的比香港老很多 但後來我才知道 很多退休 他們很鼓勵的士司機作用的退休行業 他們反應很慢 也不懂得用GPS 但態度很好 跟香港是沒得比的 當然我想你之前也跟我說過 那個態度好不好 就跟什麼有關 就跟價格有關 我覺得是 究竟我們需要什麼的士政策 我們需要它是一個很貴 不過你經常都要設到 經常可以設到的士 還是很便宜 不過你永遠接不到的士 現在人們搞錯了 為何 我們說香港的士 現在會出了很多問題 因為的士從來都是一種奢侈品 在我小時候 是有錢人才會搭的士 不會阿豬阿狗 隨便站在街上截車 即是的士 在今時今日 是變成一個拿中門的阿婆 覺得要去醫院自己不方便 都會去截的士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地方 為何現在會截不到的士 就是因為的士太便宜了 為何現在的士司機態度那麼高 就是因為的士廢太便宜了 所以在沒有了UPA 即是我現在當UPA 已經廢了 因為我的區域 基本上我截不到UPA 或者它來了 要四個字 例如截的士 你問我 如果UPA是沒有辦法合法化的 會繼續被打壓的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到 香港的交通問題 第一,是不需要的士加價 現在我很久沒有搭的士 我以前很喜歡搭的士 但我今時今日 我一個月都搭不了一次的士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你截不到的士 而且你經常搭的士都很熟悉 你經常都要想 我這麼近 我會不會上去的士司機少 如果比的士少 你整程的慶祝就沒有了 我來已經搭公共交通工具 起碼你都讓我在星期六晚的旺角截到車 在星期六晚的旺角 基本上我不是要搭那些通宵的小巴 就是走回家 因為你沒有辦法 你肯定是截不到車的 如果要去一個比較健康的運作 起碼不要令人人、豬、野狗都搭到的士 你說這麼階級的 從來我們這個節目有三個中產黨 的士就應該是給中產搭的 以前從來都是這樣 否則我們不會限制的士的數量 有很多人經常都說 的士為什麼限制的數量 就是因為馬路不能有太多的士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更加重要的是 的士從來都是給一些指定的階級去乘搭 不是給一般人去乘搭 所以你想想第一件事 加了的士價 讓我有得選擇的士 以及當的士加價到一定的地步 的士司機的態度就會好 這是一個會考 已經問過很多次 張五常識的經濟學題目 但香港人永遠接受不了這件事 現在的士司機的態度這麼差 你還加價,你便便宜了它 所以我們都說過的士的價格 跟的士的待遇無關 那他的態度怎麼會好 當然了 生意難找了 他就算人工一樣 他也要改善他的態度 才會找到同樣的工資 所以這才是為何的士加價 必須的原因 為什麼我認為日本來了 因為日本最容易失去的士 香港的問題 政府的思維就是 如果你有條路在 你有多空的士 那條路是浪費的 所以你就不可以有很多空的士 所以就這樣 所以他就會搞到現在的士就撞滿了 那問題就是 我又不是特別覺得 應該的士是一個很有階層的 至少我不反對 也不同意你的意見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寧願 我們是永遠很容易在危急的時候 可以接到的士 但是他就貴一些 但是他是很便宜 不過危急的時候 突然間 突然跌損了他 搭的士去醫院 都接不到的士 香港人一定是純粹後者 香港我經常都說 價錢是不重要 服務不重要 最重要是夠便宜 在交通來說 他們永遠都是用同一個標準 但是當然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都不是說 什麼階不階級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不開心 你坐的士又不開心 的士司機又不開心 為什麼他的態度這麼惡劣 就是因為他在現在的情況下 他一定要將效率提升到最高 提升到最高就是要篩選次要的客人 如果他是由篩選次要的客人 變成了他要去搶客的話 那個動機已經完全不同了 你剛才說政府想街上沒有那麼多空的士 我覺得理論上可能是這樣 但實際上不是 因為每次的士加價 所有人提出的理由都是 現在我們的經濟已經不好 或者我們的通脹都不是 我們說這麼高 為什麼你要加價 加了給的士 然後的士加了價 就是益了牌主 其實每次你聽的士申請加價 他們都是用這些說法 他不會說的士空了 所以我們就不支持的士加價 但問題就是兩外取其輕 我寧願加了價的那些牌費 會1Q了那個牌主 我都不想我沒有的士搭 這個是一個三贏方 我到今時今日都不明白 為什麼你不的士加價 唯一一個洩本的是什麼 就是不捨得給貴的價錢 去搭的士那些人 其實是這樣 我是反對的士加價 因為我贊成增加的士牌子 即是你增發白人的話 如果你在沒有UPA的情況下 我就會支持的士加價 如果你有UPA 我也不覺得需要加價 因為我已經搭了UPA 你真問大家 為什麼大家會說增發的士牌子 為什麼你不明白呢 因為你這個就是一個死活堂 一個圈圈來的 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更多的路 我不建更多的路 其實因為你增發的士牌 你這個說法 其實跟那些人說 我們要求要收回單程證審批權一樣 我當然知道增加的士牌子是好 但問題就是 他們可以打沉UPA 當然也可以打沉 你增加的士牌子的要求 現在在我們局限的地方 我們的的士牌子就是這麼兇的 我們不會被的士的數量增加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就是透過的士加價去解決 的士加價牌子又開心 司機態度又會改善 然後我便可以坐的士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原因 是要反對加價 好,這次就到這裡